每天做五题 1. I am busy, my work 我忙于我的工作 好,这里考察 B. Busy doing something 忙于模式 A. 不定是 B. 动词原型 C. Doing 所以选择C选项 2. She doesn't like color 她也不喜欢可乐 这里考察三个也的区别 2. 她表示也 她用在肯定句的句目 Ether表示也 用在否定句的句目 Also也表示也 用在肯定句的句中 这里doesn't 它是一个否定句 所以否定句当中的句目 我们用Ether 因此选择B选项 3. This is useful book 这是一本有用的书 这里考察 贯词 贯词有不定贯词 E和 and 这里useful 注意它的发音是 ye 我们是看它的发音 而不是看字母 所以它是一个辅音因素 因此选择A选项 for he can the book 它可以怎么样一本书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 can 它是一个情态动词 我们知道情态动词后面跟动词原形 那后面一定是一个动词形式 动词并且要用成原形 那只有B选项符合 book the book 就是预定一本书 5. Don't forget your work 不要忘记完成你的工作 好 这里有 forget 这个考点表示忘记 我们说忘记做模式有两种形式 forget to do something 忘记做模式 那这个事情呢 还没做 forget doing something 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做过了 现在怎么样呢 忘记了 好 我们看原句 不要忘记完成你的工作 那说明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 所以选择A选项 你都做对了吗 记得留下你的小爱心哦 好 我们看原来 谢谢观看